女人正在山间骑自行车 突然一只熊冲出来 吓得他赶紧急转弯 结果就连车带人的摔下悬崖 最后重重地落在了山石上 熊脱掉头套 原来是男友假扮的 看到女友摔下去后才意识到闯了大火 赶紧顺着山路跑下去查看女友情况 女人全身动弹不得 估计骨头已经断了 好在有质量好的头盔保护 在男友的呼唤下女人醒了过来 在看到是男友的恶作剧后 女人气不打一出来 差点就要坐起来破口大骂了 询问女友还好吗 同时一边诚挚道歉 原来今天是女友的生日 男人想给他一个惊喜 提前穿上狗熊套装 在山里摆好了每位也参等他 男友没想到今天他会走这条路 结果就碰上了 他心急如焚地解释 然后问女友的腿有没有知觉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男友继续嗶嗶 女友看他一副又抱歉又得意的嘴言 真是哭笑不得 善良的他现在气已经消了一大半 特别是在男友说重新陪他一辆自行车后 见女友没了脾气 男人重新戴上狗熊头套 试图逗女友开心 结果下一秒枪声响起 雪见了女人一脸 男友倒在他身上 只听见远处的山上传来亲切地问候 想必这位热心老哥把男人当真的熊了 为了解救女人 他毫不犹豫地出手了 其实这已经不是男人 第一次开这种过火的玩笑了 他的前女友就是因此而死的 女友正在开车 同时指责他做事总是容易过分 男人一边道歉 一边开玩笑地说自己要跳车 女友只能无奈感叹他像个傻子 开到加油站 男人为了逗女友开心 去商店买了花 但他的真正目的不是送花 而是用玩具蜘蛛吓女友 女友果然被吓得跳出车外 气急败坏地指责男人是脑残 下一秒站在马路上的他就被车撞飞 男人惊呆了 赶紧下车查看 此时附近的人也围过来帮忙 不久交警赶过来 同时对女人展开急救 交警刚准备给女人注射药物 结果被地上的蜘蛛吓到 躲避的同时一不小心反手将针管 插进了男人的眼睛里 求此刻男人的心理阴影面积 现在男人终于明白了 老妈常对他说的一句话 在失去一只眼睛前 一切游戏都是有趣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假熊和假蜘蛛都不要做得太逼真 否则会出人命 这个女人前一秒还是活生生的大美人 下一秒就变成了这样 完全就是一个干别丑陋的橡胶娃娃 这对夫妻正在阳光明媚的沙滩上休息 但两人的关系显然比较冷淡 丈夫一直坐在旁边看报纸 妻子对着她喋喋不休 她也没有啥反应 就这么静静地听着妻子的抱怨 妻子一会说衣服穿少了有点冷 一会说男人只会看报纸关心时事 一点都不关心她 百无聊赖的女人躺下又做起 依然不停地在说话 只见丈夫把报纸折了又折 翻来覆去地看 就是不想理会唠叨的妻子 最后她忍无可忍把手伸向了妻子的后背 她打开背上的冲气口 女人马上因为漏气而干扁 变得面目全非 等气全放完了 男人拿起橡胶娃娃的脚 开始把她折叠起来 直到娃娃被彻底收纳成一小块 镜头一转 男人已经坐在酒吧前 和朋友一起开心饮酒了 此时字幕上说 在理想世界麻烦能通通卷起来 而在现实里你只需要把自己灌醉 所以其实这是一条啤酒广告 刚才和橡胶娃娃的画面是为了告诉我们 如果你也忍受不了家人无休止的唠叨 又不能把他们变成橡胶娃娃的话 就去喝酒吧 一切烦恼都在酒里了 看完我不得不说 这个广告的创意还是很不错的 脑洞真大 在猝不及防中直击观众痛点 真行 三个诡异的怪人站在走廊上 其中一个还是脖子俱长的面经人 不用手拖着头都摆不出如此帅气的站姿 眼镜男被吓到腿软站不起来 一顿无语后任命躺平 意思是他直接晕了过去 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男人和斜刘海美女一起走出酒店 显然两人的关系不一般 但没走几步 男人就提出要和美女分手 因为老婆那边似乎快瞒不住了 美女听了心里一阵嘀咕 眼神也马上变了 看着男人的背影投射出不满和愤怒 眼镜男反回来安抚他 谁知美女根本不吃这一套 趁机抓住男人就是一番打击修理 美女下手不轻 男人吃痛倒地 晚上她回到家 老婆已经为她做好了晚饭 但老婆整个人的状态不太妙 目光呆滞地盯着前方也不说话 丈夫喊她也不理会 半夜睡觉时女人不闭眼 样子很是圣人 嘴里还念叨着什么 第二天男人和斜刘海美女从酒店出来 车上她收到斜刘海美女的道歉短信 对方表示想找她聊聊 男人没有理会 回到家打开门 却发现妻子拿着水果刀手舞足蹈 就像在练习什么防身法一样 男人以为自己看错了 在打开门妻子依然在挥舞着刀 男人一时不敢进去 谁知斜刘海美女出现 拉着她要一起进去和女主人坦白 餐桌上 没想到妻子的反应非常淡定 就是今天的眼妆显得过于明艳了 妻子拿出偷拍到的两人照片 原来她早就知道丈夫的破识了 随着照片越来越多 美女发现男人竟然还是个海王 这时一个发型嚣张的小伙冲了进来 她是美女的弟弟 来为姐姐抱不平的 不料妻子不给她机会 不由分说地对她进行了致命打击 最后一个大逼都把她删成了面景员 姐姐被吓得花容失色 赶紧上前关心弟弟的安危 还不忘贴心地帮她把脖子扭回来 可惜再也恢复不了原样 冷静下来的她转头就要和女人兑现 两人展开搏击 结果很不幸的 根本打不过她 美女和男人赶紧开逃 只见妻子追过来 眼睛恶狠狠地盯着他们 下一秒变成了荔枝 妻子一个水果刀丢过来 本以为对面的美女会空手接白人 结果正中脑门 那雪滋得比喷泉还欢 美女是个狠人 直接把刀拔了 哪知依然不止血 继续往外资 男人看了都忍不住差点鼓掌 最后可怕的三人在走廊围堵眼镜男 他们各有各地潇洒不羁 最抢眼的应该就是那位面金哥了 眼镜男很快就被这阵仗吓晕了 影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要想当海王 武功必须强 否则只有被痛扁的份